其實我想拍這段影片很久了 但我覺得好像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我記得當初我摸著石頭過河 都不知道要準備什麼 就要上網找很多資料 所以今次我綜合了之前所有的準備功夫 做了一個一無聊然的list給大家去看 如果大家想多聊的話就繼續看這段影片 Hello Carmen 最近很多朋友都有考慮或者準備去移民的 所以這段影片我會說一下 究竟離開香港前有一系列的清單 其實是要準備了才出發的 我記得在我臨飛前那個一個月 其實是超忙的 所以真的你越早去準備 你的人就會越輕鬆 而且都不會那麼容易漏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清稅 當你辭職的時候就通知公司的HR 它就會扣起你未期的薪金 就讓你完成清稅手足 它也會幫你準備涼單 還有一張form叫做IR56G 就讓你去稅局那邊 搞清稅手足 申請清稅的時候 其實是要即場報多次稅 所以最好你就帶上一些免稅額的證明文件 譬如可能是你弟妹的學生證 一些慈善捐款的單 或者是你NPF的紀錄等等 首先就是去到稅局大樓的一樓 就是拿了醜絲 然後就去問一下 究竟你是屬於哪一個的平稅組別 和樓層在哪裏 然後就是跟平稅主任見面 還有就是填上那張報稅的form 大約一兩個小時之後 就有初回結果 當你收到平稅主任的通知 和那張稅單之後 就可以拿到油局或者ATM交稅 當你加完稅之後 就去到稅局大樓的7樓 就會收到兩款LT of Releases 一張就是給你公司的HR 拿了美期人工 另一張就是你自己留下 因為整個過程都要少少時間 所以如果你預料自己 是會收到退稅的話 你記住一定要結合一個香港的戶口 到時就可以叫家人幫你進入 第二就是要申請拿回強積金 那我當時有些人打算來香港之前 都會做這個步驟 但有時這個步驟真的不是想中那麼簡單 其中一件最重要的就是 你之前一定要整合你的強積金戶口 譬如你如果有三個的話 其實要填三次方 要宣誓三次才行 這件事最好就是提前半年前就是暴處定 首先很簡單 就是看你自己有多少個強積金戶口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要去職金局那邊去申請 然後就去整合 然後就要填桌這張法定聲明的form 就去到民政署諮詢中心去進行宣誓 之前我搞的時候就walk in就可以了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就要事先預約 最好就問清楚 宣誓完之後就是準備你的身份證 要拿NPF的form 那張宣誓的form 以及已經獲准了你在海外居住的一些文件 比如可能是Visa 一些PR的卡等等 然後就可以交去受託人客戶服務中心去辦理申請 我當時的受託人是一間M字頭的公司 然後我就交給我的Agent來幫忙 好像大約是四個星期左右 我就已經收到NPF的退款了 要留意的就是如果你用了永久離開香港這個原因 來申請拿走NPF的話 人生只可以有一次而已 所以就是將來有機會回香港 那就真的要等到65歲才可以拿回全部的強積金 第三就是有一個很完善的財務計劃 這個就包括了如果你有些物業的買賣 你本身銀行的存款等等 你都要安排得好的 就可以令到更加清楚知道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流動資金 去應付你剛剛到步的一些開支 還有可能之後再有一些投資的計劃 如果有需要 你都可以留意定 是不是可以推定當地的銀行戶口 就可以避免之後會收取一些海外的手續費 你都可以留意定 開這些儲蓄和支票戶口的時候 要有些什麼文件 你準備好的話 整個過程就更加順利了 我自己也有預先準備入一些外幣 一定要留意住的兌換率 看看什麼時候最划算 就可以出擊了 還有也要檢查你現在的保險 究竟是否都會避免你即將會移民的地方 還有有沒有一個minimum 你要留意在那個地方的日子 因為都有機會是不賠的 所以就要看清楚不要白工 我自己本身的保險公司 就是世界上的避免 所以我自己也有保存著 本身的醫療、危疾、人袖保險 我現在也有在想 就是在新加坡 是不是都可以留意一下 需不需要去買本地的保險 好像支援上會比較好 我都可以提醒一下 你提醒去哪裡 或者claim的程序究竟是怎樣 第四 就是要很了解當地的民生所需 譬如移民之前都要很了解 新居住的地方的簽證 究竟是怎樣 在生活的層面上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當地的交通系統都非常完善 你自己是否需要開車 因為有些地方 例如加拿大、英國 你都要自己開車 其實你之前就要去定運輸署 去搞一些手續 譬如證明你有多少年的駕駛 經驗等等 那就可以方便你去到當地 就可以convert你本身的駕駛執照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新加坡這邊 如果有一定的駕駛經驗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過了一個不試 就不需要重新再考我的牌 但因為我自己就是 我來之前才剛剛拿了P牌 也沒有太多實戰的經驗 所以我就想來到這裡就補充 看看怎樣可以拿回正式的車牌 住的地方都很重要 所以你飛之前 最好就是做一些資料搜集 可能看好一些地產的網站 可以穩定你自己心儀的房子 也可以穩定一個臨時的居住的地方 來到這裡 才真正的看樓 都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更加實地考察 究竟你附近的環境是怎樣 要不要考慮一些學校網 等等 在新加坡就未必那麼輕 但如果你去到歐美地方 其實你可以先租訂Airbnb 然後可能租了兩個月 你就慢慢去找房子 然後再簽一些租約 如果你說一開始就已經想買房子 就要留意你本身是不是 當地居民的身份 如果你外國人身份的話 需要付一些更多的印花稅 因為我的差額是可以很大的 另外就可以檢查你 當地的醫療系統究竟是怎樣 萬一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你都可以馬上知道怎樣做 第五就是你要收集全部重要的文件 當中包括了你的護照 簽證 Work Permit 入學紀錄 醫療紀錄 你的結婚證書 等等很多 這樣就把它file好 因為你隨身帶著這些文件 真的很重要 因為在整個移民的過程中 當中都涉及很多 你要提供一些證明文件 你要去申請東西等等 也可以令你回身高 和小朋友入學的過程更加順利 我自己就是用大file 入好這些文件 譬如有時候 如果我是外國人身份 之後我想申請用PR 或者Citizen的時候 我真的要很多文件的證本 來做申請 免你叫家人寄來的時候 也會寄室 記住 在完成一切的手續之前 記住 你的護照還是有效期之內 大陸就是找一間國際搬運公司 你可以叫不同幾間公司 來比較一下價錢 檢查清楚 你有什麼物件 是想從香港搬到你新居住的地方 當然 你不會全部東西都搬到 有些東西都未必適合用 還有運輸的費用 其實都不便宜 所以有些東西 如果在當地買到的話 就可以節省 就可以不用搬了 通常就是你叫完價之後 你搬取了那間 其實他就會傳一個人員 要到你身地到你家 就會做一個簡單的資訊 就是大約很多箱的ары 你一定會寄的 就跟我報告一個大約的價錢 這些搬運公司 都是做到一個點對點的搬運 所以令到整個搬回的過程 都不會太辛苦 第七就是密碩 你離開前要知會什麼人 你會有有 dilemat 有密碩 寫下來你要通知的人 或者是團體 比如你是打工的 可以盡動 通知你的雇主,讓他有多點時間去準備 亦都要通知銀行或者保險Agent、機構 所以要確保一切的安排妥當 亦都可以知道之後的溝通究竟是怎樣的 因為我的個案就是我預期之後 我都可以在新加坡、香港是兩邊飛的 所以我都會同定銀行和保險公司 肯定到時我在海外的溝通方式是怎樣的 記住也要查到稅務局的網站 了解申報海外所得稅和其他稅務的詳情 如果你有追約的話就盡早通知你的業主 就可以盡早安排一切相關的手續 另外其他雜項就是你要改你的地址 要取消一些會籍或者終止水電煤的服務 你本身的電話公司、寬頻服務等等 我自己是有保險公司的 所以我之前申請了一個最便宜的計劃 那我就可以去到海外的時候 我都可以保留到這個號碼 然後有時將我飛回香港的話 我就可以繼續用我本身的號碼 跟我的朋友、家人聯絡 第八就是要安排你小朋友 入讀當地學校的一些準備 這個都視乎你移民的地方的安排究竟是怎樣的 譬如有些情況就是你要預先去準備另一個申請 可能就算你未飛之前 都已經要做一個網上的面試 來申請入學的 或者有些家長的時間比較充足 就可以去到當地才去視察一些環境 看看哪些學校是適合自己的小朋友的 那我自己就是因為本身我的小朋友比較小 他是讀一些學前教育的一些中心 所以我就不需要那麼心急 我就是來到這裏 我才去看看家附近有些什麼比較心儀的託兒所 或者叫做幼兒院 那才讓我女兒去入讀 而且這裡是超棒的 是不需要面試的 所以準備功夫相對來說就簡單很多了 另外第九就是要安置你的寵物 這個環節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準備的功夫其實是要預早很多的 例如在澳洲這些國家 有很多相關的規例 所以可能整個過程可能要去到八個月都未定的 但如果他們去美國這些就會快很多 那真的要照顧每個國家的申請時間究竟是怎樣 記得之前就是要幫你的寵物 是做完全部的一些需要的檢查 譬如是一些血液的測試 打完疫苗 相關的治療等等 還有你也要申請一些文件 譬如是一些入口准可證 你也要預訂一些航空公司 也要知道不同的airline 他們有關於攜帶寵物上飛機的一些方案 指引等等 那可能不同的國家也有些extra的規例 所以為了整個過程要很順利 真的要預早來準備 Touchwood有些什麼脫漏 都可以有時間慢慢去補回 最後第十 那就是對於你新居住的地方 進行一個深入和詳盡的資料搜集 那就可以令到你對於那個地方有更加多的認識 如果你剛巧已經有朋友在那邊居住的話 真的不妨問多一句 那就可以令到你去到當地到埠之後 是更加容易去適應的 最重要的是那個心理上的調節 你知道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它一定是有些方面是會你覺得很吸引的 也有些方面你覺得是要適應的 沒有一個地方是完美的 所以真的要有個心理準備來適應當地不同的文化差異 他們的生活習慣 還有你身邊的社交圈子 你都可能要再建立過的 這個也是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你當中就是你適應期間 你就跟多些不同的人去聊天 有些什麼不適應的地方 就是盡量調節自己的心態 那就可以令到自己是更加容易融入當地了 那我現在來到新加坡一會兒的時間 我都覺得幾幸運就是我覺得真的不難去適應的 那無論是在這裡吃的東西啊 那個的人種啊 或者是語言等等 其實都是容易去適應的 那當然有時候我都會想到我的家人啊 朋友啊這樣 但因為真的現在呢 大家都幾get used to 你是網上可以見面啊 整天可以zoom啊 face time等等這樣 那其實就真的拉近了很多人員之間的距離 我覺得最重要呢 都是你要放開自己的心態啦 那就可以認識多些當地的人啊 可以跟他們交流多些啊 那就可以更加容易融入到當地的社區了 好啦 我這條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歡迎大家給我一個like我啦 那如果大家對於移民之前準備的功夫 或者是移民一個新的地方 那個的心態上面的調節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啊 那我們可以加聊多些的 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